RaiTV 大家見觀眾朋友嗎?我是Rai 今天呢Rai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呢 是小米的延長線 那前面就是什麼呢? 這是Nokia的4.2 這次是最新我剛拿到的一支手機 那這個呢我之後再做評測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這個 小米的延長線 其實之前他剛出的時候 因為台灣沒有販售嘛 所以我就想說欸台灣沒有販售 你買大陸版拿也不是那麼方便 那最近呢可是因為後來啊 我剛好在台灣販售的時候 都一直我不缺延長線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購買了 那這次剛好是因為有缺延長線 那所以就是做這個購買的動作 順便開箱給大家看 那其實價格上來講的話呢 這是蠻划算的喔 因為啊我在 我拿杯東西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沒有逛那種大賣場了 算是5G賣場啦 或是大賣場之類都有 那只要是這種三孔類的啊 然後有附這種開關燈的啊 基本上都還蠻貴的喔 就像這個就大概也要300多塊了 那你如果大一點的話 比如說你的孔要更多 或者是每一個要獨立開關的話 我哪一個都非常的貴 我之前買的話買了兩三個 大概都在599到99之間都有 甚至還有更貴的喔 那基本上看起來不錯的 基本上都大概599以上 那這個小米呢 其實它做得蠻不錯的 它有三個孔 然後一樣也有開關 這個一鍵的開關 然後呢它最方便的是 後面還有附個三個USB孔 而且啊這個USB孔的話呢 基本上都有支援到2A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快充的話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而且這個還蠻便宜的喔 這個小米呢 台灣賣的話 台灣賣的話 台灣賣賣295 所以呢會比你去買一般 傳統電線啊 還要好很多 USB呢支援到三孔 然後呢三台電開關 然後呢最高支援到15A的電流量 那過載的話呢它就自己切斷保護自己 有安全保護門設置 然後呢有 不會燃燒外殼 然後呢自動充便宜式充別充電 好看呢裡面有一個塑料在保護著 開開之後呢裡面有一個小米的說明書 然後呢延長性的本體 那質感呢 照摩久也不錯喔 而且啊它這個孔 有做保護 所以可以 但是它這個好像不是那麼的完美 是不是再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啊 蠻可惜的 不知道它組裝品質的關係 還是它原本設計就這樣子 可是我 剛剛這三個洞 這兩個洞啊 它的大孔這邊啊 它沒有蓋好 正常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像這樣子的 因為我剛剛有試著插拔過幾次啊 這個孔它就正常的可以再關閉 可是這兩個孔啊 應該是它組裝品質的關係 所以這兩個孔沒有完全的緊密 比較可惜的一點 三個呢都有支援到2A的孔 那我這個等一下呢 我會拿 我會拿這個東西 我會拿這個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拿這個東西測給大家看一下 看來是真的有支援到2A 然後呢電源線的底部有這四個 這四個防滑的裝置 那我剛剛測試了一下啊 其實如果完全沒有 它是有止滑效果沒有錯 可是如果稍微再大力一點的話 它還是會這樣走來走去的 那所以呢 如果呢 我建議拿 因為如果說 你有固定的需求的話 建議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固定的膠 或是固定的一些東西上去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呢 稍微清放是OK的 但是如果稍微大一點 它還是會跑掉 這個是它三合一的保護開關 那一樣就跟一般正常的開關這樣 切來切去就可以囉 它這個束帶拔起來呢 之後還可以再利用喔 它就是可以這樣隨意的 再去做新的組合 然後呢 插頭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是台灣的規格嘛 所以它就支援台灣的三孔插頭 這一般的三孔插頭 就可以直接插上去囉 那我現在呢 把它插上插頭座 插頭之後呢 這邊 我還沒有把開關打開 開關打開呢 正常它應該這邊會顯示一個燈 看一下看看 對它就這邊會顯示一個 銀白色的燈 代表這個插頭是開的 對 感謝大家觀賞 主要非常熱 有各式各樣的3C開箱 國內外的旅遊 瑞亞每天都更新影片 每天至少更新影片喔 歡迎大家可以鎖定 觀賞 對於影片的內容啊 或是有任何的疑問的話呢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喔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觀賞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明天見